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个凡人 他不会永远控制中国的 我刚才在直播中就简单介绍这篇内容 那这篇内容他本身是相当独立的 他来自于奥巴马期间的中国 白宫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 他就是在奥巴马期间的主管 他蛮有趣的 奥巴马用的人肯定都是比较现代精英的人 他不会是传统的人 那习近平是凡人 这句话呢就是是对等的 在国际社会中也都也都看到了 习近平把自己当成可能当成神仙 当成上了神坛 就是以传统 以通常我们看到这种类似的说法 在表现自己 但是呢 在社会的层面 很显然 他们明确看 就是很真切 很明确看到了习近平现在的状况 就是他真正存在的问题也好 他面临的难处也好 我觉得从哪个角度都可以都可以说 完全都可以理解 那前白前他是永远不会控制中共中国 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我只能说是一个很有趣的描述 控制不了中国的意思就是 他同时又是个强权者 那那这种强权的本身 又是个凡人 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里 他想完全控制的话 可以明确讲 是是他 大家就等死吧 就这么讲 大家等他们死去吧 所以他通篇的内容就是说 拜登也在等死 就八十了嘛 这个川普呢 他也不认为有可能 然后呢 习近平将将是个凡人 他也不能在那万岁 所以整个世界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场面 那我自己以为呢 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一个 今天美国社会的真正的顶层的精英 他从他精英的角度 他都能够理解到 这是一个大变局的年代 川普个人能不能成功 那是那个不好说 我坦白说不好说 但是呢他对习近平的 这篇文章主要是习近平的故事 确实是一种蛮直接的 一种代表性的表达 就是你习近平不用在西方的眼睛里 在我欧美人的眼睛里 你拽 我根本看不起你 这真的 我看不起你 你就是一个 你习近平就是个凡人 你什么都不是 然后他提到说 中美关系未来是在新一代的主管人当中 那新一代主管人就意味着 一切将发生改变 这篇内容来的 这个媒体我没有太 我没有见过 所以在美国的社会 现在一些主流媒体呢 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 我们看到一些学者也好 教授也好 他们会在一些 看起来国际范围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会在一些 他们自己认定的内容 内容的一些看物中 去展示他们的想法 互联网的年代 使得人们失去了 对信息的把握 在爆炸的背景之下 失去了它的根本 就是真实 在没有手机和互联网年代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的媒体 它都是印刷出来的 印刷出来的东西是不可更改的 那这样的话就有效的约束了 媒体在保持新闻的真实 跟严肃性 但现在的社交媒体 视频跟这个网络上的东西 任意随意编辑 特别到了AI年代 更加的随意编辑 那就完全失去了本身 那我我以为就不光是习近平的年代 不会存在 可能有更多的更大范围的人们 面临面临着重新的选择 布鲁斯金学会 昨天 星期一 一个播客 是顶级的 华盛顿智库的分析师 叫哈斯 他最佳的期待 就是出现更加专注解决未来 而不是 面对过去不满的主管人 他说 在习近平的时代 这不可能的 习近平生活在过去 生活在仇恨中 生活在他自己的氛围中 那他是个凡人 他绝不会 他不可能永远控制中国 我们对中国的态度呢 需要说明这一点 我以为这是一种 对习近平无可奈何 和定位的一种表达 无可奈何跟定位 那也就等着习近平出事了 所以那大家也就 耐心了 你现在不用费那么多周折了 你不用 在他关键 在他眼睛里是这样 他没有太谈到跟台湾的关系 也就讲说 他只注重中美之间的关系 他并没有想考虑到 台湾的问题解决 就是习近平下台的时间点 时间点 他说新一代主管 应该是主管过去 他提到说 这些主管人不会让他们的区别 叫定义整个的关系 一个更加公平的局面将出现 既是有竞争 也是会有一种合作的空间 怎么说呢 这就是可能是顾问 智商们说话的方式 很笼统 定义整个关系 那我以为就是说 会把东西切开一样 如果说的准确一点 应该就像美国财长叶伦 你看没有 已经没有任何 财长叶伦去访问 没有任何结果 对吧 美国财长叶伦 美国的国务卿 布林肯 那他们本身呢 是一个价值观 所以叶伦去谈判的时候 就明确讲说 我们该制裁制裁 我们该投资投资 我们一码说一码 对吧 你吃豆腐就吃豆腐 这边不要妨碍你 吃鱼 我们那还有炖肉 不成你就吃三块臭豆腐 就是叶伦是这个说法 但是呢 有关你豆腐的问题 我们得讨论 豆腐的问题 我不给你吃豆腐 美国人就说 我不给你吃豆腐 豆腐太热 你不能吃 但是呢 鱼可以吃 那习近平就不说了 习近平的意思 你豆腐都不够吃 你想给我吃鱼 我就不吃 我非要吃这豆腐 我们得整体算账 豆腐跟鱼 跟那个臭豆腐放在一起说 那这就是 在哈斯的眼睛里认为 这是今天习近平的政策 那这个政策 不是一个未来的政策 这个政策是太僵化了 太僵化了 太没用了 其实这种政策的基础是什么 这种政策基础是道德 对吧 一个人拥有道德基底跟准限的时候 他才会涉猎到整个全面 那没有道德的概念的时候 就是一码说一码 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政策 它是一码说一码 它不是一个整体的 国家整体的规划 不是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分歧 是一个看法 但是呢 在美国的社会中 左派的概念当中 精英的概念当中 是把习近平看死了 这人无药可依了 习近平无药可依 一点办法没有 台湾跟美国 他说台湾跟美国将进行选举 增加了巨大的不稳定 所以任何不稳定都会来自于中共国 绝不是台湾 那台湾决定 中国决定谨慎行事 那追求什么叫宇宙 宇宙质子的滚动 出人意料的入侵台湾的风险很低 但不是零 所以他认为习近平根本不敢 宇宙质子就说 赌徒了 他说习近平要拿出整个 就是人类毁灭的赌博的方式 因为这里面我想他可能认为 台湾如果真打起来的话 那会不会有可能出现核战争啊 就人类毁灭的场面 要不然怎么叫 叫做宇宙质子的滚动 所以他不认为台海会发生战争 但不稳定是中国帮带来的 但是就目前而言呢 应该不会有更多的问题 2024年之前 入侵台湾 几乎他若有担忧 但几乎不可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卡尔巴斯认为呢 习近平可能会给西方带来战争 卡尔巴斯是一个风险投资家 那他是极其反共的 极其反共这么个人 他有他很独立的看法 他对中共极其的强硬 他认为会有战争 那我个人不认为会有战争 我习近平是等待 而不是战争 那他等待目前呢 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衰败的时候 有人说他会推动战争 我不以为 因为太多的中共国人恨他 就是太多的 就是他在今天的今天的场面 他在中共国的框架下 中共国的框架下 那几乎所有人都在恨他 他也不相信所有人 所以这里面的关键点就是 中国共产党 他想解除对他的仇恨 就是他要抛弃中共 是他的解套 唯一的解套 但他有没有能力抛弃中共 可就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这个套子就是 所有人们对共产党的恨 扣在了已经聚集在习近平的头上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